下面呢就给大家分析下我们这个代码里面要实现的一些关键函数 好再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关键的函数以及具体的实现之前呢 有个东西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码的一个框架 好我们这个代码的框架呢 我们直接就去看我们这个工程 我们创建的工程 好这个时候工程的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这个工程的左边的 它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列表这呢 列出了我们对这个工程啊 它的一些模块的一些划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分成了 一二三四五啊这五个模块啊 这五个模块分别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user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最上层的一个应用啊 就是我们具体的整个功能的一个实现 就放这个user下面 在这个user里面呢有我们的main.c 在main.c里面呢有我们的main函数 有我们的main函数 我们所有的代码的执行呢就从这个main函数开始 好然后还有一个stm3rfxx-it 这个是所有处理中段的一些中段处理的一个函数 都放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呢是系统相关的一些调用 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硬件相关层 在这个硬件相关层呢我们把所有和硬件相关的一些操作就放到放到了这个层次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就包括这个点灯的按键的液晶的定时器 还有我们这个串口3以及我们这个hc05 好大家注意我们这个为什么要用串口3啊 实际上刚之前给大家看原理图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到了我们我们的这个hc05呢是通过串口3和我们的这个开发板啊 进行一个通信的啊因此我们证明要初始化串口3 好然后我们再看system system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些系统的一些调用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延时的操作啊以及我们这个串口的操作这个串口这个串口操作为什么要放到system下面呢 因为我们要通过对串口1啊来实现和pc的一个通信 从而实现我们这个调制器的一个输出啊 因此我们把这个串口操作放到这个system下面 好这个core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启动代码 就是我们这个启动的汇编代码 这个代码呢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这没有人就不给大家多讲 好然后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库文件啊 这个库文件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cmsis啊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操作的库 有这些库呢实际上之前都给大家讲过了 比如说这个gpio的一些库 然后我们这个窜口的一些库啊 还有这个时钟的一些库 这些库呢之前都给大家讲过了 然后这些库呢实际上就是操作了我们这个最底层的啊 这个寄存器 通过这些寄存器啊操作一些寄存器呢 来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函数啊 我们通过这些函数呢就可以实现对我们这个硬件的一些操作 好下面来给大家理一下我们整个这个框架的 它们之间的一个层次关系 好我们实际上最上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user 就是我们这个user 我们这个user呢它会对我们这些硬件进行初始化 并且呢会实现我们的这些功能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这个demo要实现的这些功能 那么我们这个user呢 好这里面呢我就以这个hc05啊 我们也hc05为例来给大家 好我们这个user呢 它就会去调用我们这个hardware下面这个hc05.c 啊 调用这个文件里面的一些函数啊 这个函数就包括了对我们这个hc05的一个初始化 以及呢它的一些at操作 好我们这个hc05呢 之前给大家讲了 它是通过这个窜口3 和我们的开发板相连的因此sart3 我们这个窜口3 usart3 好它又去调用这个窜口3的这个一些操作 而窜口3呢 会去调用我们这个 cmsis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酷 操作里面的这个窜口相关的一些操作 uart相关的一些操作 好因此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层次间的一个调用关系 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还有就是大家以后呢 在有项目的时候 在自己写代码的时候 也要把这些代码按一定的功能 把它划分 划分在同一个层次下面 然后再对各个层次之间的的调用关系呢 一定要搞清楚 这样子写代码呢才会更有层次感 然后就不会感到很混乱 好 我们的这个代码的框架呢 以及我们这个代码各个层次之间的一个电用关系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好我们下面的具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需要实现的一些关键的函数 以及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分析 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工程 好我们首先还是看到我们这个面函数啊 找到我们这个面函数 实际上呢通过我们之前那么多裸机实验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讲解啊 实际上大家可以自己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面函数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框架的啊 正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梦函数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框架 或者说是一个我们这个写面函数的一个模板啊 首先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梦函数一开始啊 就是要做初始化啊 初始化啊 初始化需要的硬件 以及我们初始化需要的一些变量 初始化硬件以及我们需要的一些变量 好这个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实际上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进入一个 wire1 进入一个wire1的一个死循环 在这个死循环里面呢 就会做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些功能啊 我们要执行的一些操作 执行的操作 好实际上整个梦函数的这个框架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 我们看这个梦函数 首先呢就要看我们的这个 它的这个初始化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对于我们这个这个延时 以及我们这个串口 LED按键液晶啊 对这些的初始化呢 这里面呢 就没有必要再给大家做更加详细的一个讲解啊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逻辑实验都给大家讲过了 好这个 这几个东西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让它在显示屏上显示一些信息 显示一些提示信息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来了啊 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 HC05 HC05的这么一个 这个模块的一个初始化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函数呢 就是HC05-INIT 这个函数 好 这个函数呢 它要完成什么功能呢 它就是要对我们这个 HC05这个模块进行一个初始化 让它能够正常工作 至少要完成这个啊 能够正常响应我们这个AT指令 能够正常响应我们这个AT指令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具体的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HC05-INIT这个函数 好 我们直接找到这个函数进去 好 大家注意啊 我们之前讲我们这个main函数 它有一定的模板啊 写门函数 那么我们写一个 对这个模块的一个初始化函数呢 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流程 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那么这个模板是什么样子呢 下面又给大家讲一下啊 实际上 在我们对一个这个模块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我们 要对我们这个模块和我们这个MCU 连接的这个接口进行一个初始化啊 首先要初始化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IO口 实际上我们这个模块和我们这个MCU呢 都是通过这个IO口进行连接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要初始化 具体到我们这个HC05里面 我们要初始化哪些IO 好 我们直接看这个原理图 好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U7啊 这个接口 我们是把这个蓝牙模块直接连接到我们这个U7这个接口上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电源和电影不管 然后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串口啊 我们这个串口分成两个有两个信号 一个是我们这个串口接收啊 一个是我们这个串口发送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Key啊 这个这个接口 这个Key这个接口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AT指令啊 以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发送模式啊 我们这个串口发送模式转换的一个接口 好 第三个 最后一个这个接口呢 就是这个LED啊 这个LED实际上是指示了我们这个蓝牙当前的一个状态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这个这几个信号啊 我们这几个信号是连接到我们这个MCO的哪个地方的 好 我们首先看这个GBCTX 实际上呢 我们找到这个GBCTX啊 我们在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用跳线需要把这两个角进行一个相连 因此呢我们这个GBCTX呢 实际上是连接到我们的UCRT3-RX上的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收客发呢 做了一个交叉 然后我们这个GBCRX呢 是和我们这个UCRT3-TX相连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到 我们这个UCRT3-TX以及我们这个UCRT3-RX这两个管角 是在我们对应到我们这个MCO的哪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实际上呢 我已经找到了啊 就是对在这两个角 也就是我们这个PB10 以及我们这个PB11 PB10以及我们PB11这两个角 因此我们就要对这两个角进行一个初始化 并且要把它配置成我们这个窜口3的收和发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Key 我们这个GBCKey 我们可以找一下我们这个GBCKey呢 实际上连接 连接在我们这个PF6上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PF6这个管角上面的 因此我们就要对这个PF6这个管角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我们这个GBC-LED这个角啊 这个时候我们来找一下GBC-LED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这个角呢 实际上就对应到了我们这个PC0这个角 因此呢 我们就是要对这个PC0做一个配置 并且要把它配置成什么 要把配置成输入 因为这个角是一个状态角 我们要获取这个角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PC0 把它PC0配置成一个输入 好 下面我们就回到代码 具体看一下这个怎么配置的 好 这个配置的这个方法呢 首先啊 这个实际上之前给大家讲 所以也给大家讲了 首先呢 就要使能我们这个时钟 啊 我们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USART呢 是PB啊 属于PB这个分组的 然后我们这个 GPC-LED呢属于PC这个分组的 因此我们要初始化PC PB 以及我们这个PF 我们这个PF这几个分组的这个时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啊 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PF以及我们这个PC的时钟呢 进行了一个初始化啊 这个时候PB的时候还没有初始化 大家不要急啊 慢慢来看 好 然后呢 我们就通过了我们这个结构体啊 初始化这个结构体面的这些成员 这个呢 实际上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IO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讲到了 好 大家实际上照葫芦画瓢啊 只是后面呢 我们这个参数啊 大家注意 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初始化这个PC0 因此呢 我们这个PIN呢 是GPL0 GPLP0 然后呢 要配成输入 刚才给大家讲了 要配成输入 这个参数呢 就要写成GPL-MOD-IN啊 这个参数 好 然后这个速度呢 大家可以配成100MHz啊 只要这个速度的这个影响呢 不会特别大 我们可以配成100MHz 也可以配成50MHz 好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HC05.C 然后然后对它做一个上拉 大家注意 我们对它做一个上拉 上拉的话呢 就是默认我们当前如果这个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呢 它会是一个弱上拉的一个高电瓶 好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GPL-IIT 去对我们这个GPL-C0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好 这里面这个代码呢 因为之前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因此我们这里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给大家讲一下就好了 然后同样的我们这个PF6 这个PF6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角 我们的这个PF6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一个初始化 但是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PF6呢 要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出 大家看 要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出 好 并且也是做一个上拉 然后其他呢都是一样的 好 然后在我们把这个PF6配置成输出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马上对它的电瓶啊 进行一个配置 要把它配置成一个高电瓶 为什么要马上对它的电瓶进一个配置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去看一下我们这个HC05的这个文档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HC05的文档 好 我们找到这个HC05的用户手册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用户手册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ey啊 实际上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这个Key是高电瓶有效的啊 默认呢 如果选空默认是低电瓶 那我们这个Key是高电瓶有效的 因此呢 我们想让这个模块啊 首先就进入这个AT状态啊 以便于我们这个对这个模块进行配置 那么我们一开始 在对我们这个Key啊 这个IO进行配置完以后呢 就要把它配置成一个高电瓶进一个拉高 拉高的一个处理 好